今次跟大家介紹一支鏡頭 如果你是喜歡風景、建築物、人物拍攝的 這支鏡很適合你 Hello 大家好 我是M&K鏡頭的Frankie 今次跟大家介紹一支鏡頭 就是很適合風景、建築物、街頭拍攝、人物等等 為什麼會介紹這支鏡頭呢 其實這支鏡頭是R21-35mm鏡頭 光圈不是很大的 3.5-4光圈 但是一般來說都是夠用的 因為我們拍風景很多時候都收光圈 例如5.6、8、11 這些是我們常用的光圈 鏡頭小小、輕便才是主題 所以這支鏡頭的尺寸、重量和尺寸是非常適合用的 為什麼R21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呢 R21其實它的視角範圍是92度的 我們簡單一點 90度來當它 90度就有個概念 就是一個直角來的 一個直角呢 當你不用拿起相機的時候 你自己都心中有數 大約是拍到幾闊的範圍 對於我們拍風景、建築物來說 很有幫助 至於它35度 35度是什麼概念呢 是60度 那60度又是什麼概念呢 正常人的眼睛看到的可視範圍 就是60度了 那就是說你基本上 你看到清晰的位置 能夠蓋上的就是這支鏡頭 35mm焦段能夠蓋上的東西 那所以呢 你從頭由21到35 很清晰 知道自己會拍到什麼範圍 那這一支鏡頭 其實它是有雙飛球的光額設計的 那這個特質呢 就是相當 邊位的失真是減少的 銳利度也提升的 雙飛可能我們聽得多了 35.4 雙飛球 那支鏡頭現在已經是天價了 我想接近20萬 但是講這一支變焦鏡頭來說 我想十分一價錢 那還可以有變焦 只不過光圈可能會是小一點 但是你拍風景其實也不需要 如果你是這支是1.4光圈的定焦的話 我想Size 會整個大的暖水烏 這樣我想也不會帶它出去的 所以用的話呢 這個Size 其實是夠用的了 還有一件事要講講的呢 其實所有的這支21-35的鏡頭呢 它都是WARM版來的 WARM版現在對於我們來說呢 其實是沒有什麼意義的了 因為一般來說那時候是給R8、R9 給一些訊息的相機 那現在來說呢 其實這個是沒有意義的 但是為什麼我還要說呢 因為NICA在WARM版呢 它的Coding方面做了一個改良的 所以呢 影像的質素是有提升的 如果這支鏡頭是配合什麼相機 會最適用呢 其實我自己覺得呢 就是用一個無反會最適合的 因為無反本身的機身也不會很大 那配合它呢 基本上是見什麼拍什麼 所以呢 我覺得是非常適合的 那到底它拍出來的效果是怎樣呢 現在呢 我就將這支鏡呢 交給我們的攝影師Rawrence 帶我們去看看 到底這支鏡拍出來的效果會是怎樣的 我覺得我們的攝影師Rawrence 確定的效果會是剛才的 我們的攝影師Rawrence 和他們的網絡 我們有一些微笑的 這些反應 整個整個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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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大家收看 下期再见